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昨天才说 其实前天量很少了 昨天更少 没想到今天竟然看到才600亿出头量能 有人说看到这种窒息的量能没有量 所以当然每天的行情就不会有大波动 甚至投资朋友会想说 这个时候老师 我之前买股票 我会怎么样 没有量没有人帮我推升 涨不动可能也下不来 大家快睡着了 真的在股市里面 我相信这应该说这一两个礼拜大家都快睡着了 有可能他说浩子的营业员都卖早餐了吗 对 被拆掉了 对不对 不只是这样 对不对 不只是金融业 媒体业也发生了 奇怪 照理讲 如果对新政府上任之后应该是越来越好 怎么会变成金融业 金融业不景气那是已经好几年的事 就是正所税的事情 现在连媒体界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就是大环境 我们拉回来这些状况 拉回来就说这是大环境 学姐你知道最近央行有公布金融账 连二十四季禁流出 就是说换成白腕就是说 钱都跑出去的禁流出 没有人要贿赂到金融市 为什么你知道吗 对 投资的钱在台湾 如果说大家看好台湾未来的话 就是钱一直进来投资台湾 对不对 当然投资台湾就很多的工作机会 就很多的商机 对不对 但是不是啊 钱一直往外流 为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件事 我相信很多大户已经思考到这件事 甚至大户就参与那个禁流出的 他在台湾不投资了 他出去外面 外面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投资机会 所以呢 为什么大家会睡着 知道吗 为什么大家看那个股市会睡着 就是这个原因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我常说赶快报警 这股市已经被人家绑架了 被谁绑架 被外资啊 外资绑架了 那你觉得外资会怎么样 接下来外资会有一场好戏要上场 请注意好戏上场 等一下我跟大家谈 而是说我们再谈一个 我们想说大家快睡着 我们就谈一节比较轻松一点 这边流行的宝可梦 对不对 我们最近看到那个北投公园 一窝蜂的 好像一窝蜂看到哪里可以抓 一窝蜂的人就看到哪里 就往那边冲 之前的那个邮差 那个邮桶倒的那个事件 就已经让社会 已经变成一个状态 一窝蜂了 万要运动 现在又一个宝可梦 大家一窝蜂的 一窝蜂到底是对或错呢 我们不讨论这一块 那不是我们领域 而是股市里面就是这样 股市最近也是这样的状态 一窝蜂看到涨什么 就进去做一什么 看到涨什么 之前看到强势股涨的时候 好像 好像不跟这些股票扯上边 就觉得好像 好像没有绩效 好像这个分析者 好像错过了这个行情之类的 那相对的就是说 这些股票 当大家一窝蜂进去的时候 没有自己的思考 就像僵尸一样 我们看那个 那个二林股堡 那个僵尸 没有那个思想 就这样走路 看到哪里有东西吃 就往那边跑 对 股民也是这样 分析者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几档股票 我要告诉你 就是这个现象 3293的胜利 在之前 我们讲的在之前 在几个月前 很多人进去追说 这个什么汽车电子的概念股 进去买 很多人推荐 因为它股本很小 就很多人进去买 很多人都不会顾及风险 带着人家进去追那个高 结果到这一阵子来看 害死人 最高是300多 跌到了200 那完全值来看 那不是害死人吗 所以很多人就说 跟市场随波逐流一样 却不知道后面有人有目的的 那个目的拉高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要把策码倒给散户去的吗 新数要正 我们讲新数要正 不止一档 我跟你讲 这些事情还会持续发生 这个股票我也提醒大家 我也参与放空过 再来4916的四星科 之前那个高点 不是很多人 这个没有买不行 这个非常强 每次当股票什么涨的时候 媒体就开始爆 赶紧这个股票 就偏多讲一些鬼故事 一些故事全部来了 就跟僵尸一样 往哪里跑这样子 一窝蜂 我有提醒大家 这个股票我放空的 好我告诉你 我回补了 因为毕竟我要准备换股了 但是很多人是套在那上面的 不是这一档而已 还有继续看 我现在点出来的 你注意看 如果你耳熟冷墙说 之前好像有人在推进这样的股票 那你就要思考 是什么目的 547式的冲钛 很强 不动都不动 一动啪一个上去 上去的时候那个爆量反转 现在如果你 当你买到的时候 当大家都在推荐的时候 你进去买 就这样 就赔钱了 不要看到一个一窝蜂 就跳进去买那样的形式 股市的操作不要开玩笑 我一直 我很严肃 你看到我高总在节目里面 不会什么 跟你嘻嘻哈哈 或是讲一些什么 好像表演一样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我要告诉你的是风险 这股市 险恶 股市是非常显恶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买低档 你看到冲上去的时候 一堆人在追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他拉起来是要做什么动作 这也是我放空的股票 再来 3324的双红 前阵很热 他忽然间一个唱黑棒 对 大家都没有买低档 结果高档的时候 忽然间大家一窝蜂 吹 冲 你想想看多少人在谈这些股票 这些都是中小型股 好 今天又有一档 跌停板了 4534沁腾 多少人 你没有觉得 好多人好像在之前 在推进这些股票 对 现在市场已经很混乱了 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在股市里面你有多少钱可以赔 你在这十几年股市的投资里面 很多人是赔到钱了 那想要薄翻身 但是薄翻身是要对的方式 尤其在指数在相对高的 9000点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再追股票了 反而往下放空 可以赚得到钱 事实证明有没有跌下来 这样的股票跌下来 我吓死人 45跌到三十几块 它不是就是中小型股吗 再来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3526返甲 追啊再追 再追 一根长黑 都是同样的戏码 同样的说法 都是中小型股 同样的都是在上面的时候 一直在有一些好故事出来 同样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跟他讲的 我其实我一直告诉大家 这几件事情就是 在股市里面的操作 你要把高低档分清楚 那我说中小型股会回答 这几个tempo你要踩得好 你要做得好 你要看得懂 好 这几个 我相信这一阵子来 你有没有赚到钱 如果你真的想赚到钱的话 那你就要照着我的操作 秘诀来做 如果你不会做 我就带着你做 放空这样的股票 甚至我跟大家讲说 全资股反转台积电 反转总在不知不觉里面 所以这一块的逻辑里面 你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操办人在看的东西 在股市里面虽然很沉闷 我觉得一点都不沉闷 股票一档一档就在跌 怎么会闷 不会 一档一档在跌 甚至有本事的全资股 直接告诉你 来 今天 我跟大家谈 24096友达 今天不是怎么白文明来 好 面板股 我其实我在8月4号那一天 我跟他谈了 在那个建高点的前一天 我跟他谈了一件事 我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告诉大家那件事情 这档是外资 是有最多的股票之一 那这个股票 基本上你要注意 我要给他一些东西 我跟他看的是 现在未来要反映的是 未来的事 股价是要反映未来的事 我跟他讲 你现在所看到的利多 都是过去式的 现在要看的是未来的利空 大陆 他有8.5代厂 有8座 即将在年底全部量产 他产能一开出来的时候 他将会是世界第一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打败三星 我们台湾真的市占率不高 但是我们有什么实力跟人家拼 价格稍微反弹一下 是因为产能在调整 产能在调整的时候 那个没有毛利 或者是那一块已经变成 杀价竞争那一块的 大陆的那个中小型面板 他都不要了 他直接去追那个经济面板 所以基本上你要注意 京东方他将会是 32寸的面板的第一霸主 接下来还有什么 华星光 华星光 这些都是他们要大量产出的 那这一个红潮大量产出的时候 好 那就回过了 我来看友达了 友达这一块 基本上我之前跟他提醒过 我也放空这样的股票 你说这个股票 好像最近利多 利多不涨 那你就要注意利多不涨 告诉你 接下来该怎么做 请注意一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请看台币 这两个人跟他讲台币贬值之路开始 升值的时候热钱进来 外资会买个票 你有没有看到外资连市卖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趋势开始转变了 他开始走贬值之路的时候 热钱测出去的时候 你看那个没亮 大盘没亮 你小心一点 那个速度会很快 为什么 下档没有人要买 外资他挤了要测出去的时候 他一空 一卖出去的时候 这个大盘的信心危机会快速的崩解 或许你来看它九字头 我一直强调 股市在九字头时间都不长 都不长的情况之下 现在不要再睡了 现在投资人不要在里面再睡觉了 要积极一点 现在是一个往下全力放空的最好时机 当然 哪一些股票是跌 会跌最快的 我之前跟大家谈 大盘它九千多点的时候 就是中小股先跌了 一档一档 像胜利四星科全部跌之后 还有 还有非常多 而且是我看到是 高档爆量出货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你要注意 哪一些股票会跌最快 我觉得 直接我带你去放空这样的股票 会最适当 时机タイム要抓好 因为趋势整个往下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找寻最会跌的股票 当然怎么去搭配交错 尤其是你资产够大的人 你在想说机会来了 这个空头的机会来的时候 你绝对一定要把握住 那个时间 一个タイム 尤其是盘中的空点 我来带你做 所以好好把握住机会 如果认为我问题 我可以 我随时欢迎你跟我们的 附近人做联络 好 谢谢高副总 我们今天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会来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固德投雇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固德投雇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欢迎回来 表股奇迹 今天台北股市 持续价格亮缩的 那么我们想要知道 后续行情如果看待 同样是请到专家了 顾德投顾的 肖佑敏分事 下时好 主播 全国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昨天我问老师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量会缩到什么时候 看起来今天还是持续缩 有人说了僵尸亮人 窒息亮人 都不会动了 这时候行情怎么看 我觉得每天都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各位一定告诉我 为什么 我们先举个范例 为什么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做了一个叫反转指标的教学 各位一定告诉我说 哪有人在做什么指标教学 那现在一些分析人员 他办讲说对不对 一定有什么报标股 我一直认为 好 种子假设 我真的给你报标股了 那又怎么样 第一个不见得会准 对不对 还不见得准 那么准了呢 那下个礼拜的标股又在哪里 下下个礼拜的标股又在哪里 不是啦 我要跟各位提的就是说 第一个 在目前这种结构里面 你要去了解到 我们举个例子 其实大家用很多样的方式在做评价 评价什么 什么样的股票是标股 会往上标 甚至于会往下标 那么怎么去换算 整个波浪去算计算它的天数 那我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最简易的 就是第一个 没有那么复杂 我会建议你 你可以利用反转指标 那么去搜寻台北股市 你手上的每一档标股 你告诉我 那要怎么做到 我举个例子 各位请看 这个是2013年 一直到2015年 鸿海的日K线图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鸿海的日K线 那么搭配什么 搭配周线 双周线 月线 季线 以及半年线 这叫什么 这叫均线理论 那请问各位 什么叫均线理论 均线理论在探讨什么 均线理论在探讨所有商品价格的平均交易成本 那你立高说 那不错 鸿海当他股价站上所有短中长期均线 代表他要大涨了 对不对 对啊 真的对 他才从81路大涨到113 有啊 好 可是你有没有告诉我 你说他很准 当他股价要走一个大回挡的时候 股价跌破所有短中长期均线 代表他要落啊 你说的都对了 你再看一次 这个是不是叫5日 10日 22日 65日 100天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红海的移动平均线 当股价形成纠结 短中长期均线纠结 股价突破 要大了 你说得太好了 来你再看一次 这就红海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标地骨好不好 好 这个呢 这个也是红海 这也是红海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231基红海的日线 对啊 那从2013年的10月 一直到2015年的4月 你说对 那蛮不错的啊 一点都不好用 为什么 各位请看 这是今年 2016年 从1月到今天8月24号 上途一样是 周线 双周线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一模一样 那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依照 均线理论来评价红海 你会怎么样 哇 你会做得千辛万苦 你会做得简直是对人生再也没有希望了 你知道吗 有什么 因为呢 突破站上所有短中长期金线 你是不是要买 对啊 要买完呢 买完就掉下来 掉下来是不是把它放空 对 放空又涨上去 然后再买 再买又掉下来 掉下来再买又上去 好 12345 你利用移动军线 那么呢 去操作红海 今年哦 从一月份到今天 12345 五趟 你总共 1234 你的胜率是20% 成功率20% 你的失败率是80% 你跟我说 这个怎么办 这当然没做 我们看底下 那就根本连看都不用看了 那个叫MACD 对不对 柱状体转正转负转正转负 就是投降 我简单讲 这个叫移动军线 移动军线也好 MACD也好 不是不适用 而是在于 来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再回顾前一张图表 当你所锁定的标的 是走一个大波段的格局 它就适用 可是 针对 这种架构 一样是红海 没做钱 你怎么做都不对 我们一样 我们再来看 一样是红海 一样都今年 这是今年以来 上图是移动军线 底下是MACD 我们再看另一张图表 一样是红海 今年以来的一个日K线图 那第二图呢 第二图叫做 每个人都会的叫KD指标 那就因为每个人都会 所以它不可能会准 这个是933 对不对 我没有改它 你说我可以去改参数 你也帮帮忙 你今天红海改参数 明天联电改参数 后天台积电改参数 改完之后过三天 好像不准再改一次 你每天从开盘就开始改 改到收盘 那要改到何年何月 不是每天在那边改 而是你有一个 你信赖它的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可以告诉你 最高点跟最低点 你有这个东西 来你自己用 这不是我发明的指标 这个是一个通用指标 什么叫通用指标 就是你在券商 它提供给你的那个 券商那里的版本 还是说他帮你送你的 你装在你家里的电脑 通用指标 OK吧 这个叫什么 这个也是KD 因为为什么两个KD 长得不太一样 那这个KD该怎么做 这个KD很好做 这个KD就是这里买 那你觉不觉得 有没有比移动平均线 一般的KD指标来得好 有用 有 可是这要怎么看 这个就这么看 这个就这么看 你问我怎么知道这里是买 我为什么知道这里是卖 当然知道 因为它叫做反转指标 反转指标该怎么用 我们讲KD这个 那个KD 我拜托你 你会不会看 不是 你看了你能够做得对 那你就看 如果对你 只是制造你的困扰 混淆你的视听 你不应该看的 就好像各位 你在看电视 一个遥控器什么 一直准 一直准到感觉 你感觉这个讲得合理的 你会看吗 好 我们来看 以KD这一指标为例 你该怎么运用 你要在这个点做买进 那这个点在哪里 叫零走 OK 好不好 反转指标 那你要在哪里做卖数 你当然要在这里空它 你不用跟它客气 我为什么知道这里可以空 因为这里叫100 反转指标 KDJ的用法是0到100 中间叫50 不一样 这是KDJ 反转指标有非常多种 那每一种它的使用方式都不同 可是它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结果是什么 最高点它空 你知道吗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起跌点 我听不懂 如果不可以最高点空 那你学它干什么 我讲个简单的 都要落一段这里空 那有什么用 反转指标在于让你最低点买进 最高点就空它 这个叫反转指标 你说这么厉害 我一定要来上课 对 还没讲完 再看另外一个 各位请看 这叫什么 一样是今年的红海K线图 那底下这是什么东东 好 这个叫做乖离率 乖离率是什么 它也是个反转指标 但它的做法呢 一样 它叫你在这里半扛红海 这里做多 这里半扛 这里再空它一次 这个叫乖离 什么叫乖离 乖离又不同了 KDJ 乖离 PSY 各有不同的用法 那么你都要会 因为长期来大家 你在学技术分析 你比较少 包括分析师 很少跟各位提到反转指标 但是你要在这个市场 每天都要做对 那你就只能利用反转指标 举例 乖离率 好 我们看红海 红海怎么做 很简单 红海就是正负五个百分点 红海五个百分点 不然要几个百分点 你怎么搞 红海就是5% 你看红海去5% 跟半扇 我别说 红海的价格 就是画一条平行线 你知道吗 这条叫做什么 这条叫做月线 然后呢 当它偏离月线5% 你就把它放空 这样可以吗 正偏移5% 负偏移5% 你就把它做多 这个叫正五个百分点 负五个百分点 中间叫零轴 OK吗 这个叫乖离率 每一种商品 各有它不同的一个用法 好 最后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提供给我们成员的 叫PSY心理线 那为什么有KDJ 有乖离率 又要有心理线 因为同样反转指标 我们既然要用 就要用一个最精准 最能够帮助到我们 所以我们的用法呢 73块这里呢 叫负50 87块这里呢 从73就涨到87 然后呢 这里又回到72.5 是不是又是负50 接下来这一波上来 一直来到接近90块 是不是又挣50 现在又跌回来86 对 这个叫PSY心理线 那么它一样 叫做反转指标 我们昨天提过 我们昨天是举了凯胜 对不对 好 你告诉我这怎么做 这不能做啦 移动进线KD指标MACD 那你如果利用PSY 104买 涨了68块 132买 涨了46块 178你要做空 或者是卖出 它是暴跌70块 然后108块 你去捂的 每天每一档都是标股 每个五秒就是标股 不是往上标就往下标 关键在于不是盘很闷 而是你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方式 不是起跌点是最高点 不是起上点是最低点 来 你告诉我 这是今天8月24号我告诉甘丹美 有啊 这移动均线KD指标 那结果呢 我只能告诉你叫零 什么叫零 这也算了不起 如果你去操作一个商品 你去做一个商品 怕死人 做10招数10招 你说哪有这种东西 这个叫移动平均线啊 突破是不是突破 我就买啊 买它就跌了 是不是跌破来家 是不是跌破所有的均线 把他放一张放一张就起了 起的时候没有突破均线 结果没没就又落了 你做10招数10招 胜率叫零 买费到一招啦 我请问你这个就移动平均线 再看底下 这叫KD指标933 对不对 我们都不改它 空 多 空 多 空 这也做贏了 我要随便你 我不管你使用均线 用KD 胜率叫做零 你没法做贏了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有个简单 有个正确 来 9023 当然要把它扛 当然要把它扛 大跌75点 然后8950 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多 尤其35点 你不要看大家一跌一掌 110点 这个礼拜 我们在28号礼拜天 会有一个反短指标教学 那也欢迎各位 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 预定您的座位 谢谢您 好 今天台北股市值 需价迭量搜的 想要掌握更多 台股期限 无论的后续行情 明天同时 先锁定标股奇迹 感谢收看 明天再会 拜拜